拉拉队进入你们的人生 其实你们也都是一直在 写我们国家的荣誉记录 我想问一下志伟 参赛这么多次 好像这次你本来 可能就不参赛了 但是就是说有一位 跟你感情不错 以前的队友他过世了 后来你有梦到他 所以他这个经验 带给你不同情感上面的激励 所以你愿意为大家再拼一次 是不是 讲到这边又 对就是其实 因为2014去年的世界杯跳王 我就有跟家人讲说 就到这里了 不会再跳拉拉队 就是把拉拉队当作一个兴趣 就是练身体健康的一种 为什么 那个活动 为什么 因为家人一直觉得说 你都没有在收入 然后一直跟家里面 要那个 支支支支费 所以他们会觉得说 也够了 因为我从高山这样子一路 完11年 他们觉得也够了 所以比賽大家都要很多人要自費嘛 然後所以這次很掙扎 然後那時候就想說 我就不要跳 然後好好的賺錢工作 然後就在這時候一直在兩邊猶豫的時候 剛好那位隊員就 你剛認識多久那個隊員 在他生前的時候 其實那時候認識大概才兩年 但是有並肩作戰對不對 有 對 然後他就跑過來跟我夢說 這次要好好跳 跳起來全上很空 他就是這樣講 我大概只有記得這些片段 然後我那時候醒來我想說 他都來夢裡這樣跟我講了 還能不跳嗎 就什麼都不想就先去了 就繼續跳這一次不管了 對 那他很覺得 得到冠軍之後 他就沒有到夢裡面跟你比個讚 等到你下次又不出賽之後他又出現了 可能他覺得我沒有跳好吧 所以不想給我鼓勵 就明年再來 柏瑞的例子是他賽前幾乎天天在桃園機場上班 他上夜班到早上六點鐘 然後之後還有他白天的課要上啦啦隊要練 你跟大家分享一下這一段好不好 就是因為我本身還是學生 那我那時候就是白天早上要上課 然後上課可能十點的課然後上到下午五點 那五點開始就是校隊的練習 那校隊練習可能中間休息吃飯到一路到十點 然後我就要跟我的夥伴 然後從我們學校這樣騎車到桃園機場去那邊 十一點開始上班 那天有多少的貨量也不清楚 可能去然後可能就是最早也是六點離開這樣 然後那時候其實最討厭就是遇到下雨天 除了雨衣很麻煩以外就是可能在回去騎車的路上 然後那個雨水打在我臉上 我已經不知道是淚水還是雨水了 對啊 就覺得很難過 因為就覺得我真的對這項運動付出很多心力 那為什麼我還要這麼的辛苦 或者是覺得不值得這樣子 那個當下會這樣想 五萬塊出賽就是對你來講 你個人跟家裡都沒有辦法負擔就對了 因為時間很久了 因為我接觸運動也蠻 這項運動也蠻久了 那可能家裡也會覺得說 像我們支委隊長講的那樣子 就是可能你都沒有收入 那也一直跟家裡拿經費 家裡的人多多少少會幫助你 可是他還是會希望大部分的資金是 也不想要造成家裡麻煩 自己也會這樣想 這項運動也會這樣想 盛不到兩個禮拜 就要在大專杯啦啦隊比賽登場 亞太創藝技術學院 二十五個隊員 各個保足全力彩排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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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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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